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想看到的是 他们虽然说就业余爱好 还是唱出专业的事情 就是我所希望 首歌在名师高途舞台上 制作料理的麻辣汤店老板 立国威 今天改成名师高厨 学学麻辣汤怎么做 穿来下穿绿 绿山螺旋当山 这个戏演算了 这个东西就来了 《二人传》也要唱下去 这个麻辣汤呢 多开点分店 忠敬与《二人传》正系的 公交车司机于丹 我想来这个舞台 展示我们公交人的多才多艺 搞到金轮宝典 就把纸来交 就把纸来交 就完事了 就把纸来交 对啊 怎么交啊 不行 到后有很多老艺人都经常 因为他们就可能就习惯了 去做玩意 你应该落骚上 说一条沙拉筋 你落骚还落迷 老师指导完之后 我一直在练 现在改了很多 他只从今往后 爱也见不到啊 删的情绪不需要点什么打动啊 最重要在你脸中间 你把那种逼你 那种击处 删的 生活很大吧 就是说自己 之前没有发现的那些毛病 通过老师的指导 我记住了 我这人就是这样 做什么 我肯定是要把它做好 马拉筒片是这样 二人传也一定是这样 不管你是干啥的 我一定要赢你 我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赢 不 咱们走得行 望望战队考核 李国威 于丹 两位已经是来到了场上 看着微笑的光望老师 我们想问一下您 那你对他们两个 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就是把你那个 开车那个先放一放 把你这个做生意的事 先放一放 全身心地投入到 名师高途 这个舞台当中来 就足以 好 带着老师的期望 李国威 有请 加油 我们会把这部 李李汉瑶这部戏的意思 用表情啊 用演技 成为了大家 李太后叫上中华 赶娘早 走华鸡马 把头摇 中华 小鸡马 儿室村 夜 一秋汗啊 吃惯了小米儿西州 仙菜挑 金黄公香轻浮 而我可受不了 怕的是净吃好的 独自苦大宝 干娘你 愁见天日 比啥都好 而甘愿留在这儿 泼瓦汗药 而知道你老弟 眼神不好 走到是个千万修人 蜡蜂蜂蜂蜂 而知道你老弟 腰腿不好 金黄公你睡抗头 可别睡抗上 而知道你老弟 胃口不好 你要多喝点小米儿西州 多挣点鸡蛋糕 咱母子十八年 天天都能见面啊 恐怕是从今往后 再也见不着啊 我的干娘 干娘 狠儿求美好东西 送给干娘你 只有这要饭用的 把辣葫芦瓢 飘里有刚要来的小米儿 周一晚 趁热湖你快喝下 你老可别喝少 我的海鸟 帮中华 贵地磕头 眼里哗哗掉啊 中华 干娘 帮你快喝下 女太后 戏如刀 笑 两眼泪 淘汰 我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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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呀 帮我 帮你好 爱儿你人好心好 多鲜笑啊 为娘我怎忍心 把你跑 这些年 你为娘东奔西走 沿泄起套 你为娘千千万苦 没少把自己走 为娘若跑下你 这老脸还要不要啊 为娘若跑下你 一两心还往哪儿 跟娘走吧 跟娘走 你不早为娘我 死也不欢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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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起一条一奈 换上小带 哎呀 我逆朝鲜 爱爱爱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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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也不做大脚 骑到白马 啊 出城我又路过 小石窍啊 吹马加鞭来的快 让老公不愿做菜 来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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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又爱上前街过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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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箱也金陵棚啊 用我来看啊 要一口大管管 白在地当要望 但之间我听报复人 就在那旁站 有两名侍女 一旁缠风招 宝箱也一路笑 也慌忙归岛 顾不得多说谎 心愿他只来爱上 好 我们听一听 吴兰娇老师还会建议谁去谁留呢 两位演员 你们好 我先说说那个包工断后 男演员 这个包工断后这一折 谁都在唱 今天嗓子可以 唱腔表演上稍稍的差那么一点功夫 但是还知道身段什么那样去弄 这也是郭王老师的功劳 是不是 辅导的好 我再说说那个四季唱得非常好 但是今天嗓子好像似乎有点哑音了 你看你用劲的时候 后边声音又拖不住 我就不说别的了 你们二位的表演都有待遇提高 因为你们是业余爱好 我建议郭王老师选择的是 于丹 于丹 好的 谢谢唐老师 唐老师 我很喜欢那两位业余爱好者 男生特别帅气 圣台特别有台员 女生非常大气 往那一站就大老爷们那样 我真的很喜欢 女汉子 女汉子那个样 就是进入你们两个 今天这段戏来说呢 包括说实话 你嗓子真的 你自身的天赋很好的 就是表演是有待遇提高 就瞅着不要上台 手也没对我 再一位就是于丹 你现在很有范儿的 真的很好的 我建议你呢 就是再把电子 再稍稍弄一点 你就什么都够了 我很纠结 因为两个人的水平呢 嗓音条件来讲 水平真的差不多 那您的建议是 留下谁呀 我留下的是 余当 好 谢谢张老师 最后 严老师 您的建议呢 我觉得他俩没有高低 也没有上下 我觉得爱好传播 就是最重要的 感谢我们麻辣烫的小伙 也感谢我们公交车的 女司机 女司机 我要是说替国王 选择一下呢 选国威 那我们的公交老师 究竟是会选择公交车司机 余丹 还是选择麻辣烫小老板 李光辉呢 那个 首先我说余丹嘛 余丹真是啊 看起来我 我告诉你那些 你还真就记住了 就因为我特别注意 今天你的唱的 不管嗓的条件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 我告诉你东西 你记住了 说明你用心了 然后那个郭威也是 虽然说有所进步 因为你唱的是曲子戏 一定记住了 唱曲子戏 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因为你唱不到拍 不到节奏 乐队它是伺候不上的 那就听了像两三喊 所以就说 我的选择是 你选择谁留下来呢 老师快选我吧 快选吧 太喜欢我想在这个舞台留下 我觉得我傻的还可以 鱼丹 恭喜鱼丹 恭喜鱼丹 就实话实说 是不是今天上场之前 要吃点麻辣烫啊 吃点辣的 能扫得更好点 没有 跟您咱聊得很好 在台下 是我垃圾了 太幽默了 我跟您讲 做了做不住了 我已经 我肠都垃疼了 但是我首先说 我意料之中 我是在跟他台下说 我说 我是自杀阿特伦的主角 真是 水平还是有限的 感谢所有的老师 给各位提的意见 我会吸取教训 在以后的二转道路当中 肯定我不能放弃 对不对 我还得继续往前走 然后呢 我会不断地加油 努力 二转那个 要走下去 再唱一辈的事情 麻辣烫呢 也得赞 尽快提高 谢谢 其实本来 我真的是想 让你上来 然后你吃点麻辣烫 但是我让你下来了 我希望也能吃点麻辣烫 我上有专业吃 是吧 对对 应该怎么样 好 加油 事业成功 企业成功 一切都成功 好不好 加油 虽然离开了 民事高徒舞台 但以国为高亢的嗓尼 却让大家印象深刻 希望他能够坚持所爱 继续演唱二人传 以祝愿他的麻辣烫店 声音越兴隆 越做越红火 这次比赛 对你未来的二人传道路 会有什么影响吗 会更喜欢 永远都不会放弃 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 录到这么长时间之后 还要是四位老师 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 非常尊敬的艺术家 你看陆总动员的时候 你看各位老师 评委人家都能唱着啥的 你到这民事高徒 他有几个 我那一做就不同地方了 好像缺点啥 是不是朋友们 有请沙友波老师 和郭老师唱一段 对 来 谢谢大家 太阳染红 泥江水 两岸拐沙 珍珍藏 那随缘天长 翻阳耳朵 转眼间一轮明月 映入大江啊 哎哎哎呀啊 这两小美景 我许多 三河拨饮酒 上上月光啊 我一礼了 把曲儿来唱啊 把往日又吵 张败临唱 张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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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礼了 叶子 我看不了的一生 不想欺怒纵神 考药八考荷荣 借年上升降我 我仍照看 我只为家庭剧中 才卖墓的山 你呀呀的 我常给谁买鸡 我只为家庭剧中 才卖墓的山 都是娘声音 四眼零响 一句情歌飞出了穿丧 这歌声惊动那你歌呀 连传孙父不清朗啊 孙父传那张眼九花 忽然阵一阵歌声传到耳旁啊 走出穿仓它呆呆地望啊 江峰大作不觉得凉啊 这歌风雨叫家床库 都市娘熟悉一笔 开穿仓 双手泼出来翻盆水 孙父我看见了美娇娘 刚想上前去打花 都是娘关窗我回了 这一字啊 记得孙父团团庄 何不一时 念教娘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光旺老师 你会派出哪两组队员出场呢 这两组可老厉害 老厉害了 女选手 王颖 高龄 对她们有什么希望 希望你们充分发挥好自己 打有把握之障 就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的 谢谢光旺老师的鼓励 来 我来交给你 有请 小红鸟 小红鸟 看过来 看过来 小红鸟 把笔墨烟挖放在座岸上 小红鸟把笔墨烟挖放在座岸上 深游烟挖放在座岸上 你的事 当初一 愁在天 莫在人 小陪我 让我爱 就此见一面 不知你修照前顺利 小哥哥 不知道我心 找我成王 作人 吉普来说唱几句呀 空桥烟花 小丫鬟起大餐呀 起北桃墙 咱二人坐在起歇早雨 我盼你盼得西餐棚 小丫鬟起大餐呀 入围苍茫 做女孩儿写书信苗方 画画啊 写本是百家谢啊 谢完毙呀 十字回完 写心上 好 请两组选手交换位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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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约会不散 周游在人间 要问我那为什么 约会不散 我盼那三阳县内 有处清广 我青山遮蔽安静一广 我来到大阳 在他的面前 我把这老大人他仔细观看 果然是我的爹爹 作管他把家还见爹爹 不像离家时模样 他把笔法白白领我脸 都听着我蒸开你 昏花芽 啊 哎呀 哎呀 你在哪边 哎呀 都听着我看了吧 多是名伯利啊 原来是南河茂里 我们也聊得快乐 哎呀 哎呀 都听着我二次拨一拨 人等得念 想把安全拿在我的手间 看到暗卷行暗下 是何人又把它送到我的面前 看过的暗卷 看过的暗卷不必再往下看 二次把暗卷押在了中西亚边 都饿我已经不带卖 我百动青沙山地山 灯光山哪还有暗 一股烟风之谱修签了 一股烟风之谱修签了 醉一生了老爹爹呀 却其泪挺浓啊 却其泪挺浓啊 你杀死到你儿园上啊 在哪里 我交其他人 我交其他人 还摹不着 我交其他人 我交其他人 好厉害 还是要先问问三位老师 在听过了高灵和王颖的演唱之后 你们分别都会建议光王老师留下谁呢 洪老师先说吧 我先说高灵 你的唱腔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老戏新唱唱腔细腻 听不出 听不出一点能都没有 特别的流畅 王颖这个演员唱腔朴实 真的表演也非常朴实 他们这二位 骑虎相当不分上下 那怎么办呢 我的选择高龄 建议高龄女嘉 杨老师 说说您的想法 不同的演员 两个女生站在台上 一个是高亢红火 第二个是高龄 是柔情似水 不同风格在舞台上 我觉得是一个两个立体 高龄在唱写书的时候 我觉得那真是万种风情 王颖也是 在舞台上特别的火爆 火辣唱腔特别有力度 这就是演员的一个优点 他一下子就那么 人的观众的心能抓住 等高龄唱的柔情似水 得听 慢慢听你才能进去 一扬顿挫嘛 你总是这个 这个瓶也不行 也要有冲击力 才会更加风骨多彩 您的建议是 王颖 王颖 好 谢谢严老师 邵小伯老师 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这家这唱箱给我唱的 我这心呢 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你这 外动青山 山极山 哎呦 我这伸着鸡皮疙瘩 就跟着起来了 拿捏的尺子 拿捏的真的非常好 特别棒的一位 民间的二人专演员 王颖 再说说高龄 鹰爷写书 是大家贵秀的曲子 真的相当棒 相当好 高手在民间呢 说实话 这么一看 郭尔旺老师 把这个双选又给早了 我就知道 他抬头门又要开 哎呦 让我选 我真的很难 很难选 您的建议是 我选择的是 高龄 高龄 最后 徐静权在 郭尔旺老师手中 因为您是本场的 主考何老师 哎呀 又晕了 这什么情况 那个 高龄唱的确实很柔 很唯美 然后我们的王颖也是 王颖 其实你今天 要比就是我在给你 辅导的时候要强的 真是太多了 你们的举手投足 都在老师的心里 老师的眼里 所以光旺老师 您最后的选择是 这比较难 这个 他俩都好 这个真比较难 这个真的比较难 这个太真太难了 因为唱的都真的是 都非常好 他俩应该是 不一样的风格 风格不一样 对对对 虚实所表达的 就是那种 感觉也不一样 不管我 谁留 谁走 你们二位在我心中 都是最美的 您最终的选择是 您最终的选择是 高龄 高龄 谢谢 恭喜高龄 来 最终的喊出高龄名字的时候 他心里边那种感觉 那种纠结 你也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说明他对你也是非常舍不得 这背后肯定是一种认可 其实现在吧 还是很紧张的 因为一开始上台也很紧张 但是现在我忽然间 就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结果出来了是吧 对 我也得非常感谢 我的国旺导师 这几天为我的指导 常言说的好 失败乃成功之母 我虽然今天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 这证明我以后的成功 又卖上了 谢谢郭黄老师 谢谢 谢谢所有的导师 谢谢您能为我点评 我会记住你们的点评 争取把自己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之后 我还会再回来的 好 就是 对 就是暂时离开 暂时地离开 希望这个舞台 希望这个舞台 你还会拥有 你还会来 然后 还希望你站到我的团队 下次上我团队 对 下次上我团队了 上我团队 别听他们的 在他们团队 你啥也学不到 在我团队更学不到 对 那个 不管是失败也好 胜利也好 我总爱讲 失败有勇 也要笑着去面对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 旺旺战队的口号 对吧 阳光 阳光 充满阳光 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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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颖 王颖再见 虽然离开了 名师高徒的舞台 但是王颖 富有内威的唱腔 给所有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加油 王颖 这个舞台 欢迎你再回来 以助力王颖的爱人张浩 能够在 严书平老师的 严职战队 取得佳绩 下周 万王战队 队内终极考核大幕开启 阳光 阳光 充满阳光 谁能通过队内终极考核 代表万王战队 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 下周一 周二晚17点50分 名师高徒第一季 精彩不容错过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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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